像我覺得舒宇 是保養得很好的耶 真的 妳有什麼方法 我自己是因為像我們女生 就喜歡就是保養 就有時候 尤其是我們會很喜歡擦乳液 有時候洗完澡出來 全身擦乳液是一個享受 有時候那個品牌的乳液 一買下去 全身一擦下去 差不多三分之一罐沒了 真的會這樣 因為妳全身 就是全部都想擦 可是那個一罐也沒多大罐 你就會覺得又很浪費 所以後來我就找到一個 很好的方法 就是我會去那種 美式大賣場 對 然後買那種就是既保濕 又大罐 又便宜 可是它沒有味道 它沒有味道的乳液 妳就把它買回家 這時候 妳在家裡就是便宜的 用力給它按 對 然後妳很喜歡味道 有品牌的就是那個味道的 妳只要給它按一下 這時候把它混合 我跟妳說味道完全不會燒 因為聽到有時候 妳反而還會覺得過香 會不會覺得過重 這樣把它全身擦 完全不浪費 就是妳想擦哪裡就擦哪裡 然後人家聞到很多味道說 妳用那個 那很貴 我全身都擦 計程荷包用面子也有 很厲害 這個是很省很省的 這招很厲害 這一招就是我自己用以後 我覺得省超多的 可以 其實我覺得 大家一定會有的消費是什麼 水費 電費 瓦斯費 那我現在教大家一帳號就是 你不用特別去省 第一個就是 現在有銀行在狂推這個 數位帳戶 比如說那個 我們是一家人的這個銀行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現在有自己的數位帳戶 那你有它的銀行APP 搭配這個數位帳戶裡面的 錢來繳費 有10%回饋 對 那它這個活動 真的 對 真的 每一季走一次 所以它已經走大概一年了 所以每三個月 我是它的客戶 我居然沒有賺到這一波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就想說已經有 平常的帳戶了 為什麼要多一個數位帳戶 數位帳戶有幾個優勢 很簡單就是 你不用跑分行就可以開戶 手機按一按就可以開戶 那你拿到戶頭之後 拿來繳水電費 也有10%回饋 那它每一季的活動 一個人可以拿三百回饋 所以你大概可以繳三千塊錢 我覺得這個蠻不錯 那如果你不是大家庭 這種小家庭其實都算夠 現在水電費一個月 像我們四口之家 開銷也很大對不對 對 那個電很可 很驚人的 好 那我推薦大家第二款 第二款的話 它的那個回饋的上限 可以再更多一點 好 這個就是一個 紅色的行動支付 大家應該都知道 很多行動支付品牌 有一家特別是紅色的 對 那它搭配銀行的信用卡 這是會插卡 你們自己去查就知道了 最多可以到六%的回饋 六%回饋 一個月可以繳多少 可以繳到六萬多塊錢 都可以拿到這個回饋 所以它不只是水電瓦斯 可以繳對不對 其實只要那個APP上面 可以繳的都有 像什麼市區停車費 這個我也繳過 那甚至有台北市的地區稅 然後還有學雜費 都可以 只要刷得過 都有回饋 所以它的上限就是六萬 每一個月可以刷六萬六 一月繳完二月繳 二月繳完三月繳 所以我覺得它的回饋 算是比剛剛第一個 講得比較多 因為第一個月 第一個只能夠繳三千而已 對 然後第二個可以繳到六萬六 這個也很不錯 好 那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我知道 接下來就是繳稅計了 那個我們的眾所稅要繳了 那眾所稅怎麼繳比較好呢 其實可以搭配這個 不是紅色 是橘色的 橘色這個大家比較不知道 對 它比較小鐘一點 是跟電玩有關的 橘色行動支付 你只要綁定信用卡 水果的支付 對 那你去超商繳費 也都有回饋 對 一般而言 在超商做刷卡 是不給回饋的 但是你只要過個水 過一個行動支付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 卡片的原始回饋 那有一家銀行 它是深色的 顏色的卡片 它是給到六 深色的 深色的 我不知道再講更多了 反正就是行動支付 它有六趴 所以個月可以繳五千 六趴就是省三百 每個月都可以省三百塊錢 然後腳中所稅也有回饋 我覺得這個就滿厲害的 這很厲害 對 可以靠這些東西 都可以幫你多省下一點小錢 這樣子 了解 這樣子如果整個家庭的開銷 省十趴 省六趴 這樣省省省 一個月也要插下來 插很多錢 對啊 我覺得可以省下一千塊左右吧 我跟你說寶可夢 你時不時就要來我們節目一下 為什麼 因為它上一次來我辦的那張卡 也是它推薦的 我用到現在該更新了 可以換有高回饋的卡片來用 沒錯 好 所以呢 老師推薦這個方法 大家好好記下來 因為其實這個信用卡呢 給大家很多的便利 那到底要怎麼用 其實真的是有省省在的 而且其實都要很 就是仔細地去看 它的那些規則啦 因為那有一些有上限 有一些有門檻 對不對 就把它搞清楚就好了 好 那十方老師 接下來有什麼 要跟我們分享的 我剛剛聽了這麼多 我覺得大富要賺大錢 其實是靠命啦 可是要存小錢 關鍵就是要靠血 我覺得真的要省錢 是要在你生活中 不費力就可以做的事 沒錯 有一個是什麼 燈泡 我跟你講 大部分人家裡的燈泡 還沒有全部換成LED燈 有的是用省電燈泡 你知道這兩個差別有多少嗎 省電燈泡跟LED燈 價格其實是一樣的喔 可是它的 而且它的用電量 只有它一半 所以你整個房子 通通換成LED燈泡就好 省省多了 老師就做這件事就好 趕快把家裡燈換一換 我跟妳說換燈泡這件事情 我們這一代 可能家裡很多 都已經換LED燈 是我們的上一代 我們的媽媽 老家還沒換 媽媽那一代 他們會覺得那燈泡好貴 而且是因為現在這個燈泡 就沒壞啊 幹嘛要換 對 但無形當中 電費就浪費 妳就跟他說省八趴 八十八趴 一年喔 日本有做過研究 就是三房的那種小公寓 全部灌掉省六千 沒錯 還有一個小動作 聽起來 妳一定沒想到 我們不是每天都要刷牙嗎 對 妳刷牙的時候 水是不是一直開著 沒有 妳放四口杯啊 好 那妳是很棒的 對 我是每天 我兒子每天都把它開著 妳只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叫他用漱口杯刷牙就好 對 就是水不要一直流 這樣就有差 是不是很小 是 很小的水 所以省錢 把錢省下來 第一步就是小動作 對 好 第二步叫 找大盤 就找藥頭 我剛剛都講了 妳那個抹布 想辦法找到源頭 或找團嗎 這樣妳就可以把錢 一年份的給它省下來 是 最後一個 算清楚 怎麼個算清楚法 這個算清楚 真的是我犧牲我自己 我告訴妳 妳不要看我現在裝風賣傻 我以前是真的是 為了省錢很拚命的 我以前是真的風是不是 因為妳先裝風賣傻 妳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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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知道嗎 我以前的保養品 我跟你講 女生不要想省小錢 最會花就是妳啦 其實就是妳週年輕 那些保養品是最貴的 對 所以我以前呢 為了省錢會做到 把自己保養品做庫存表 很誇張喔 我跟你講 什麼到達 庫存表 庫存表 很愛買 每一個月都會買 一罐化妝水 我以前會 這個牌子買一下 這個牌子買一下 結果我後來要省錢 我年底就會去盤點 到底我的精華液 還剩多少罐 然後我的化妝品 還剩多少 最後估出 一整年的份量 然後我在週年輕的時候 一次採買固定份量 這叫算清楚 聰明聰明 了解 我跟你講省錢喔 不是說要摳門 那沒有用 我們要做到 對 這是省錢的最高指導原則 沒錯 對 所以今天大家提供了 非常多的方法 在這一片 掌聲想不停的這個時代 這個提供給我們這些觀眾朋友 要有一些聰明的理財方法 或要省錢的方法 因為持家有道 其實真的有在理財的話 你有在省 真的差很多 對 我覺得買東西 當然就是要買到一個好的時機 聰明的買法 但我覺得只要抓住一個 基本原則就是 不要浪費 我覺得光是這個不要浪費 其實就可以讓你省一些荷包 沒錯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們 你們也有很多這種 可以省錢的小PayPal 也可以在我們的粉專上面 跟我們一起分享 讓我們大家一起變成 口袋很深的人 對 變成省錢女人 我剛才像這樣有錢人 我想說這樣省 就可以變有錢人 可以 對 積沙成塔 積掃成多 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 公女家務室 趕快來訂閱 趕快來訂閱